各位大家好,今天是12月14号,现在是中午的一点钟,现在北京还在下着雪啊,我现在是在天安门城楼前边,天气非常冷,大家看一看,游客还是非常多的啊,天气很冷,游客的心情是热血沸腾的,很多人啊,来过天安门的,也有很多人没有来过天安门的,都认为天安门城楼后边就是故宫,其实不对的啊,天安门后边还有很多建筑, 我一会儿呢,带大家走过天安门城楼,看看后边到底是哪,先给大家环绕一周啊,大家看天安门城楼前边人也非常的多,天安门城楼前边正对的就是长安街啊,上有天堂,下有苏航,没有长安街的灯火辉煌,大家看啊,前边那个位置啊,前边我手指的那个位置,往前走个20米,就是地下通道,从地下通道就可以了, 可以穿行到天安门广场了,然后天安门广场,东侧呢,就是国家博物馆,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给大家看一下啊, 嗯,国旗杆,人民英雄纪念碑,毛主席纪念堂,西侧就是人民大会堂,然后咱们现在就去天安门城楼后边看一看,天安门城楼东,天安门城楼东边就是北京人民劳动人民,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工,也就是以前的太面,天安门城楼的西边啊,就是中山公园,以前叫设计台, 然后咱们想要穿行天安门城楼呢,要走天安门城楼前边的金水桥过去,天安门城楼前边呢,一共是有五座金水桥,咱们要走最东侧的金水桥,进入天安门城楼, 天安门城楼前边东西各有一根花表,这个花表呢,是汉白玉彩制的,高是九米多,重是两吨,天安门花表上面呢,有敦寿吼,这个敦寿吼是脸朝外的,这叫旺,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旺君归,就是告诉皇帝,你不要老在外边游山玩水了,你该回来料理朝政了啊, 所以它这个敦寿吼的脸是朝外的,天安门城楼后边啊,同样有两根花表,一会儿大家就看到了,在西边也是有一根花表,天安门城楼前边呢,是有五座金水桥啊,咱们要进入天安门城楼,就要走最东侧的金水桥,进入天安门城楼, 有的时候呀,有的时候呀,最,有的时候这个,从东往西属第二个桥也会开放,但是我没有遇到过,估计十一五一游客多的时候会开放啊,哇,这路还是很滑的,我的天哪,看一看,天安门城楼,正中间是挂的我们毛主席的画像, 哎,这个就是金水河,也叫桶子河,为什么叫金水河呢,因为这个水是从西边流过来的,从西边的玉泉山流过来的,金木属水火土,西边属金,所以它叫金水河, 哎,这五座金水桥啊,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,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,这个中间就是毛主席的画像, 天安门城楼现在也可以参观了,一约就可以啊,一约就可以登上天安门城楼去参观,之前进去过,想要看,想要看看的,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视频啊, 然后穿过去,咱们看看,天安门城楼是有五个门洞啊,中间的也是最高的门洞,然后咱们要走最东侧的这个门洞进去, 看这个天安门城楼的大门啊,珠红色的大门,门钉是九九八十一颗,横九竖九九八十一颗, 看这个门钉也是九九八十一颗,九在古时候是一个最高的数字,代表着九五至尊, 没人能超越它,所以只有皇家的大门是,门钉是九九八十一颗,说实话这个下了雪啊, 天安门城楼的雪景也非常的漂亮,故宫的雪景也是非常的漂亮的啊, 看看后边那个就是端门,端门和天安门城楼是一模一样的,一比一的一个,一样的,大小都是一模一样的, 看看后边也是有两根滑表啊,东西各一根, 哇,这里边人也不少啊,如果咱们上午来的话,人会更多啊,尤其是早晨那一会儿, 看完升旗,瞻仰晚,毛主席,然后这游客就去故宫了,都是旅游团带着是这样的一个线路, 天安门啊,和天安门大小规制是一样的,现在是,以前是给皇帝放仪仗的地方, 现在应该是故宫博物院放东西的地方,看什么,想要登天安门城楼, 要把包存在端门的西侧啊,存在端门的西侧,我手指的那个方向, 然后存完包之后,从这儿安检,从这儿过安检去天安门城楼, 然后天安门城楼,大家看,从西侧的马道进入啊, 从西侧的马道进入,上去之后,从东侧的这边下来就可以了, 参观天安门城楼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啊, 就是在那个位置存包啊,存包取包都是在哪一个地方, 看看这个端门上边也被雪覆盖了,是不是非常的漂亮, 看看这个小房子上面也是非常的漂亮啊, 现在来故宫的人特别多呀, 但是现在来故宫需要有一个事项, 就是上午的门票必须上午进, 下午的门票你就必须下午进, 上午的门票过了十二点就无效了, 下午的门票呢,十一点就开始检票了, 所以这个点啊,一点多钟这个点是人比较少的时候, 如果是上午,人非常的多, 那真的是人山人海, 故宫的门票十一号到十五号这几天不都有雪吗, 很多人都来看雪景, 这门票是一票难求啊, 这个端门也是有五个门洞啊, 也是有五个圈门, 这个端门上的这个大门啊, 门丁也是九九八十一克, 咱这回走中间的吧, 中间的这个门呢, 在古时候啊, 在古时候, 只有皇上可以走, 皇后打婚的时候可以走一次, 现在咱们也走一次, 看看这个门丁也是横九竖九九八十一克, 这个皇家的大门, 这个走这还是很滑的, 说实话我不爱走这, 这雪在这个石头上边特别的滑, 穿过这个端门, 咱们就到达了五门和端门之间的这个小广场上边, 往前走就是五门了, 五门也是故宫的正南门, 进故宫只有这个门, 只有五门进啊, 五门进东华门出和神五门出, 大家看那边, 那边是故宫餐厅, 在那可以吃一些简单的盖饭啊, 面条之类的, 这个端门后边这东西各有一个小房子, 这个小房子是公共厕所啊, 去故宫之前找, 可以在这上个厕所, 因为故宫里边太大了, 你找厕所也不太好找, 这个是中轴县, 这就是北京的中轴县, 然后大家看这边啊, 这边是故宫的文创, 买故宫文创产品就可以去这买, 然后再往前边走, 那有一棵大树, 看到没有, 我手指的前边那有一棵大树, 那边就是故宫的票务处啊, 18周岁以下的儿童, 如果没有预约上当天的门票啊, 就可以去那现场预约, 18岁的儿童是免费, 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, 然后60岁以上的老人, 如果没有预约上当天的门票, 也可以去那个爱心窗口那边办理啊, 还有残疾人, 都可以去那边办理, 看这边, 这边是仪仗队训练的地方, 也就是说每天的升旗, 降旗, 仪仗队都是从这里出去的, 看到没有, 然后前边就是五门了, 五门前边人也很多呀, 站这儿吧, 这边有树, 咱们站在侧面看一看, 五门前边人也特别的多, 因为都来故宫看雪景了, 把这个故宫的房顶上被白雪覆盖了, 还是非常漂亮的是吧, 光看五门就看出来非常漂亮了, 如果进到故宫里边啊, 那简直是更漂亮了, 但是我没有预约上故宫的门票, 这条路线是单向游览的, 您从天安门城楼这边进来了, 如果没有预约到故宫的门票, 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啊, 走到前面那个栏杆那儿, 就不能再往前走了, 那我怎么出去呢, 您可以从五门西侧的这个门出去, 出去之后是中山公园, 如果您想去中山公园, 两块钱门票可以去中山公园玩, 如果不想去中山公园, 顺着这个故宫的城墙, 走到西花门就出去了, 然后往北走, 可以去北海, 也可以去景山公园, 如果您说您不想从西边出去, 您可以从东边这个门这儿出去啊, 出去之后是太面, 也可以去太面逛一逛, 如果您不想去太面, 顺着东边的这个故宫城墙啊, 一直走到东华门就出去了, 可以去王府井逛一逛, 那好啦, 这个视频呢, 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, 再看一下五门啊, 哇塞, 太漂亮了, 看到没有, 红墙, 黄瓦, 白雪, 那真的是太美太美了, 这美景很难得一见的, 好了, 那这个视频就跟你分享到这儿了, 咱们下个视频见了, 朋友们, 感谢大家的观看, 再见, 再见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